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史碧可汗 王威和高军雅大为阵孔 下一步刘武州的兵风绝对是直指太原了 可是李渊呢 依旧气定神仙 他召集众文武将官就说了 命士兵戒严 加强城池布防 波良阵气流民 这三件事如今非议不可 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 那早已经急不可耐的王威跟这高军雅立刻就拜请了 说今日太原士术之命 悬在民宫 宫若推辞 谁能担此大任呢 李渊知道 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 而且王高二人的心情比他更为迫切 就等着他一声令下 可是李渊呢 仍旧面露难色了 说 哎呀 你看这 朝廷有令啊 将帅出征 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 接受朝廷节制 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 那江都他却在三千里外 加上道路险阻 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巨手 这一来一往 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啊 率领这支逝世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 抵御狡狭诈 来势凶猛的贼兵 那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 能扑的命 啊 主公皆为国之藩礼 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 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 最好不要相互猜疑 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 是想商议一个最妥善的办法 并不是消极窃战 推卸责任 王位等人连忙说 哎呦 公之文韬五略 远近皆知 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 应当与国家秀其于共 如果世事奏报 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呢 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 专善行事 一无不可 哎 要的就是这句话 李渊心头略归一阵狂喜 可是他脸上却装出了一副无奈之众 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 下令征兵 命令一下 旬日之间便目击了近万人 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 进阳起兵的主力军 李渊命他们驻扎在新国寺 死下对李世民就说了 季刚三千 足成霸业 处置新国 可谓家民 同时分别前使至河东和长安 催促李渊成兄弟和女婿柴少 迅速迁来太原集结 万事俱备 接下来的事情 那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军亚了 然而王威和高军亚 他也不是等贤之辈 能成为皇帝亲信 并接受特别任务的人 他绝对不会是笨蛋 李渊的举动 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 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 分派给了三个人 李世民 长孙顺德和刘洪基 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 这没什么好说的 问题出在后边这俩人身上 他们是什么人 那都是逃避兵力的罪犯 早就该处决了 本来没有告发他们 就算是很给李渊面 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 交到这种逃犯手上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李渊他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 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洪基 以防生变 可他们的想法 马上就被一个人给圈足了 这个人就是吴世月 吴世月说了 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座上宾 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 恐怕会积极识变 王高二人想想 哎呀 也有道理 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胡视眈眈 倘若这个时候引发内讧 对谁都没有好处 于是呢 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 几天之后 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 准备建议王威和高俊雅 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 吴世月知道之后呢 又制止了 他是这么说的 说剿匪的军队 全部隶属于唐公 王威和高俊雅 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 手中却没有实权 有什么能力调查呢 田德平呢 也就只好作罢了 可是啊 随着局势的发展 这王威跟高俊雅 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李渊的一举一动 都让他们满腹狐疑 并且心惊胆战 他们觉得 李渊很可能要发动叛乱 王威和高俊雅 最后横歇一条心 决定先下守卫墙 由于当时的太原呢 多日不雨就是不下雨啊 王高二人就提出 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禁词 举行旗语大会 请李渊主持 准备在这会上 司机把这李渊给他干掉 与此同时呢 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 解决王威和高俊雅 双方都在暗中磨刀祸祸 是你死 还是我王 那就要看谁的出手更快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 秘密来到李渊府上 把王威和高俊雅 准备在尽词 起雨时动手的消息 就告诉了李渊 刘世龙平日 与这个高俊雅 颇有往来 所以他的消息呢 应该是可靠的 李渊当即与李世民 刘文静等人 紧急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夜 李渊 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 率领五百名士兵 埋伏在晋阳工程的东门 十五日晨 李渊召集王威和高俊雅 在工程中办公厅议事 众人刚刚落座 刘文静就领着开阳府司马刘正惠来到厅前 刘正惠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 大声禀报说 有事要揍 李渊示意王威和高俊雅去接诉状 这刘正惠却却说 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 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俊雅猝不及防 顿时大惊失色 这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诈 说 怎么能有这种事呢 结果诉状一看 立刻高声宣布 王威与高俊雅 暗中勾结突厥 准备理应外合 进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 王威和高俊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这高俊雅一下就跳起来了 卷起袖的是破口大马 说这是有人要造反 故意陷害我们 可是这一切可都由不得他们 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 攻城外的所有重要入口 王威和高俊雅 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逼 刘文静 长孙顺德 刘洪基等人迅速冲上来 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 关进了监狱 至此 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与此同时 李建成 李元吉 柴少等人 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 李元再也没有顾虑了 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 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 就会轰然拉开 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 根据温大雅的记载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李渊绝非凶无大志 庸庸碌碌碌之人 而是肃怀济世之烈 又精伦天下之心 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 刚烈的对手 和阻止多谋的战略家 也就是说呢 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 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 和全局总指挥 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 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 在这次起义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虽然贞观史臣 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 美化了李世民 夸大了他的功绩 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 却不宜矫枉过程 应该说呀 从密招好友建立核心力量 到募集乙兵组建军队 再到扶兵晋阳攻 控制王威和高军亚 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 都是可圈可点的 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 晋阳起兵的李建成 和李源吉来说 李世民的首艺之功 就是他们无法相逼的 此外呢 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 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 也恰于李源老成持重 顾全大局的性格 形成一种微妙的互动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 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 而李源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 这个内容基于 读通建论卷二诗 从某种程度上说呀 也正是由于李源父子 在起兵叛随地造大业的进程中 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 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互补 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 并且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 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李源虽然以勾结突厥的指控 逮捕了王威和高军雅 但是呢 任何指控那都是要证据的 李源的证据呢 在哪呢 李建成等人还在路上 所以李源还不敢正式起兵呢 在此情况下 如果李源始终纳不出证据 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导致兴师举意之事 节外生枝 让李源料想不到的是 在这个紧张而微妙的时刻 老天爷居然帮了他一个大忙 准确地说呢 是突厥人帮了他大忙了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也就是李源逮捕王高二人的两天之后 数万突厥骑兵突然呼啸南下 以闪电速度对靖阳城发动了一场奇形 由于靖阳守兵粗不及防 乌绝人得以迅速突破外城 在北门与东门之间纵横驱持 如入无人之境 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骑兵呢 李源是喜悠参半 喜的是自己随口栽在王威和高军雅头上的罪名 居然出人意料地给坐实了 而今铁证如身 这王高二人他就算是跳进黄河他也洗不清 忧的是自己尚未举世便有强敌来负 如果与他们开战 自己刚刚募集的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 万一把老本赔光了我还拿什么起兵 情急之下 李源决定唱一出空城记 他一边命令裴继刘文静等人 在工程也就是内城的各门暗中布防 一边下令将所有城门全都打开 都打开 将城头上的旗帜全都撤下 同时严禁城墙上的士兵探头外看 严禁发出半点声响 正在来回驱使 要无扬威的突厥人呢 瞬间全都安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看见晋阳宫的城门 居然朝他们完全动开 而且这城头上看不见一个随军士兵 整座工程悄无声息 寂静的让人头皮发麻呀 突厥人不敢贸然进攻内城 也不甘心就此离去 于是呢 一边在外城继续劫掠 一边仍旧对内城虎视眈眈 李源登上了东南城楼 发现突厥兵 虽然人多势众 但是往来迟程 人员分散 于是 命部将王康达等人 率一千余人 前行至外城北门处设服 准备袭击突厥散兵 一方面劫掠一些马匹 一方面呢 做一些战略事态 但是王康达的行动失败了 他们刚一动手 就被这突厥兵的团团包围了 一千多人大部分战死 王康达阵亡 只有一百多人逃了回来 军民顿时大为恐惧 于是把怨气全都集中到勾结突厥的王威和高军亚身上 李源顺势将王高二人当众斩首 既平息众怒 又彻底跟除了这两个心腹之魂 城中的军队本来就不多呀 现在又损失了一千人 看来硬打是肯定不行 而且这处空城祭也唱不了多久 李源随即又设下一个移兵祭 命令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出城外 然后第二天凌晨在京旗招展 争骨齐鸣地从另一个地方进城 突厥人一看就慌失了 看上去这是一支援兵啊 人数还不少 满腹狐疑的突厥人又逗留了两天 却一直不敢进攻 最终在外城保掠一番后 引兵北去 晋阳虽然暂时解围了 但是对即将起兵的李源来说 北方的突厥人 始终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威胁 万一他挥师长安 突厥人趁势进犯太远 那无疑会使他陷入腹背受敌 进退时局的困境 所以必须暂时呢 向突厥人低头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李源亲自给史碧可汗写了一封 辞意谦功的信 是这么说的 当今随国丧乱 苍生困穷 若不救济 终为上天所责 我今大举一兵 与安定天下 远迎军上还都 恢复于突厥和亲 就像开皇时代一样 如果能与我一同出兵南下 希望不要侵害百姓 金钱玉博 皆为可汗所有 如果因为路途遥远 不能南下 只愿和亲 也可坐向丰厚的财物 该怎么做 任凭可汗选择 写完之后 李源在信分上 用了某某起 这样的字呀 以实谦卑 负责送信的那个官员 看了看那个起字 他觉得不舒服 很不舒服 建议多给突厥人 送一些财物 然后呢 把起 改为书 书写的书 李源听了 他就笑 哎呀 这个事你就不懂了 古人云呢 趋于一人之下 身于万人之上 况且 这起字又不值钱 你连钱都舍得多给 还舍不得这一个字 东突觉得 史必可汗 见信大喜呀 对他来讲 马逸的刘武周 朔方的梁师都 胡城的郭子和 都已经归附他 如今太原留守 李源再来投靠 这就意味着 随地国北部边境的 军事重镇 都已经向他 豁然动开了 日后一旦举兵南下 岂不是一路畅通无阻 诸入无人之境了